今天我最可爱 耶 今天我最可爱 欢迎来到土豆王林凡的100种奇奇怪怪的土豆做法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特别甜蜜 养生 又很温暖 很甜 包括今天我的服装也是粉粉的 带个小帽子 一个小猫咪 然后小猫咪也不喜欢的一个菜 我会用到牛奶 然后用到各种小笔杆 小红枣特别养生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吧 这次的土豆有点大 这个小土豆就给大家尽量的切成小块小块的了 等会儿呢 我们就给它煮的软一点 好了 切好了 就是这么紧的 然后呢 我们要把它拿去煮和牛奶一起 你看穿上粉粉嫩嫩的衣服人也会变得很粉嫩 我们这个水已经烧开了 下入我们的土豆啊 下入我们的桶枣 一二三四五 下入六颗 六六大顺 每个星期超过七天 要把它煮到这个水差不多都被煮干的程度 似泥菲泥的感觉 似泥菲泥什么感觉啊 就是快要融化了但还没有完全融化的那种土豆的味道 可以加点糖进去一起 不让它更严护一点 根据甜度自己感觉吧 今天这是一个小可爱 我是很酷的可爱 知道吗 优质甜品 我不是用劣质甜品 劣质甜品吃了就很油腻 我是优质甜品 吃了就是又不会腻 然后吃了还想吃 我真是对自己夸奖的太棒了 黏黏的好 到这种时候就差不多了 我可以加入牛奶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把它大火烧开之后又小火慢炖它 比如说女生啊 生理期啊也可以吃 肠胃不舒服的时候呢也可以吃 因为它有红枣 有枸杞 可以养血 然后又爱吃土豆 然后就有两户物 意思就是说 只要我们敢发明敢开创 因为我的土豆就是说一直煮不软 所以我就给它放了很多牛奶 就一直等它收汁啊收汁收汁 其实我现在也可以给它弄起来 就喝这个牛奶汤 牛奶土豆汤 然后吃这个土豆 但是呢我想把这个牛奶的味道 完全的煮进这个土豆里面 然后这个土豆就是那种很浓很香的那种牛奶味 然后甜甜的 就变成牛奶味的土豆 而不是说就是土豆和奶是分离的 奶茶那种芋泥波波 我记得叫做土 土泥 土泥澡澡 你看 土泥澡澡叫做 好了 小鱼味 放起来 比较有感觉啊 小鱼味 我们的土泥澡澡就做好了 我们现在给它 塑一下形啊 我们可以弄点这个小饼干碎 这样能不能撒在上面啊 诶 真可爱 然后再拌 好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 土泥澡澡就做好了 这个淤泥波波就是 远远不及我的这个土泥澡澡 来 怎么样 真的 真好吃啊 真的 那我一尝一下 还有我撒上去的这个 柠檬味的这个 卷的味道 然后跟我今天一整天也很搭配 然后就结束了 今天的 我们下期再见 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